周日在纽约华小文教服务中心 举办了大纽约区乔务荣誉职人员 品书颁授典礼 本次共有20位乔界人士 新任或续任乔务荣誉职务 驻纽约台北经文处处长徐立文 向乔务荣誉职人员颁发聘书 徐立文表示 聘书代表着肯定与托付 希望他们继续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说 大家在这个乔界的工作上面 能够成为一个团队的力量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 为中华民国在海外的国力的延伸 和我们台美关系的深化 都能够一起来贡献心力 我想这是大家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20名乔务荣誉职人员包括 乔务咨询委员朱灵记 陈春兰等6位乔务顾问 以及林维阳等13位乔务促进委员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导